好這次的話題我們持續帶你來看到昨天這場盛況 這是在藍營造勢的部分 在線 漢子 禿子 燕子 再度合體 好這場這個造勢活動上面也說 合體要下架這個騙子 好我們帶您來回顧一下 在昨天呢 盧秀燕跟韓國瑜還有這個侯友宜 三個人是在台中這邊 同台和同框 好在線萬人齊海飄洋這樣子一個盛大的場合 台中世事大會呢 預計是有兩萬個人到場來參加 而在這個造勢場合上頭 三個人也做出了相關的表態 那同樣的重點就是希望可以下架 貪腐無能的政府 好來看到侯友宜他說什麼 他說呢在這個昨天的這個場合 他提到了三子合體一起打倒 圖利下架這個騙子 下架這個無能貪腐的政府 也希望可以讓台灣這片土地 還給台灣清廉公正 讓中華民國重返安定繁榮的道路 好另外來看到盧秀燕他怎麼說呢 他說支持侯友宜 不只是支持侯友宜 是支持我們自己 因為他說其實現在台灣生了很多的病 好包括了吃蛋你也不能安心 吃豬肉你要煩腦 而且國際情勢很緊張 尾巴戰爭惡物戰爭 國家現在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要選出好的國家領導人 就是要保護自己照顧我們自己 這是盧秀燕的說法 而同時間呢韓國瑜也來站台了 好重現三子合體 他說這一次的選舉很奇怪 四個參選人當中 見過最多生死的是柯文哲 看過最多鈔票的是郭台銘 好但是呢他說看過最多貪官 污吏的是賴清德 民進黨非常多的貪官 但是在生死徘徊是侯友宜 那今天選總統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大家要選民們思考一下 要選出怎麼樣的候選人 台灣的未來一定要做到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他也希望說行政院管人民有錢 找回社會的良善風氣 支持侯友宜就可以給他一個安全 台灣一個安全的道路 在台中的支持之下 侯友宜要當選總統 要負責國防外交兩岸 要選出最優秀的行政院長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之下 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要仔細想一下 要集中權力集中力量 選出最好總統侯友宜 虧五年多 漢子兔子和燕子 這回在台中再度同台合鐵 要力挺侯友宜 坐上2024總統大規 而現場一片國旗飄強 兩萬多人擠爆現場 光是大進場短短幾公尺 侯友宜就走了快要十分鐘 展現藍營大團結氣勢 我們三個人再次合體 就在台中 我們團結在台中 翻轉台灣 讓台灣更好 邁向勝利之路 三人再度同框展現 堅定情急 而三子中 韓國瑜率先登台站下 信套虎友宜拼選舉 被對手打壓 讓大家忘了 虎友宜的優點 他一定搞不懂 他看選舉的總統那變這樣 漢子變流汗 為什麼 因為大家忘記他有很多優點 虎友宜這個品牌 在這一段時間 太多誤導 讓人們 喪失了正確的判斷 韓國瑜更喊話 選民要用心思考 台灣下一位領導人 到底誰才適合 台灣的未來 四年前我說過 一定要做到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所以我們今天選 侯友宜 我們希望他能帶點台灣 一條安全的道路 讓人民安居樂業 幸福快樂 讓我們一起集中力量 選出最優質的總統 侯友宜 侯友宜也同批民進黨 和台獨精孫賴清德 只會破壞兩岸關係 讓台灣陷入戰谷邊緣 唯有票投侯友宜 才能為兩岸 帶來和平 藍營三子大團結造勢 其始如紅 侯友宜也再度許下承諾 2024大選能否政黨輪替翻轉 當前兩岸緊張情勢 就看選民如何抉擇 記者楊潔 是光好 台中報導 好現在當然下架民進黨是再也最大共識 而現在藍白河出現了曙光了嗎 侯柯沛有譜了嗎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昨天就爆料已經見過侯友宜 對於藍白河 對於藍白河 還提出具體構想 選舉前要有一個叫選舉協調委員會 議員提名總統提名這怎麼合作 如果跟國民黨合作 當然國民黨還是主力嘛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賴清德民調還是領先 侯友宜排第二 柯文哲則是老三 換言之藍白不合就無法正當輪替 趙少康警告若沒整合成功 恐怕死路一條 四年以後你民眾黨也泡沫化了 國民黨大概也慘不忍睹 少康還建議不管藍白怎麼整合 阻隔權都該交給侯友宜 如今國民黨退讓 接受全國開投開票所投票 同時也做民調 不過民眾黨卻堅持只能做民調 但專家分析現在的手機門號 比投票人數還多 甚至買預付卡都可以多門號 投票人數大概一千五百萬左右 還多了一千萬個號碼 換句話有兩千五百萬個手機號碼 這母體本身就他就代表性 他就可能有重複的問題嘛 門號代表性問題 能不能在戶籍地 或者是他是不是本國人 還是外國人 現狀的技術都有很大的問題 我有質疑如果柯文哲認為 自己的高民調是真的 那幹嘛害怕投票 難道通通大選 你也叫支持者不投票嗎 其實柯文哲那個虛空的票 因為他所謂民調高就是手機 手機民調 都會區的人比較多 占點便宜 但是不代表真的有這個實力 藍白河猴柯拼實力拼誠意 柯文哲陣營透露 下週將會跟侯半堤合作組閣 藍白河重現生機 介紹路李璇 NZG小組台北報導 中天戶外節目廟口開獎 在昨天前進到台南市安南區的 海偉朝皇宮 前台南市議員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組織 副召集人謝龍健 上台就直言 藍白河就是要為了下架民進黨 如果就連這點都做不到 他也覺得蠻丟臉的 結果欠疫苗 探疫苗 欠快篩 探快篩 一間小吃店像米丹 鹹酥雞 這樣可以做6億元的快篩 你給他想看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 看多風潮就好 欠水癮 他探水癮 你知道嗎 這水癮一個多年 疫情來進行 你現在在掛這個 一個八角 他要給我們多少 多少 五塊 講看看 阿慘那個坦荷 現在再來 說在缺軟 缺軟 他有坦荷嗎 沒有 有坦荷啦 缺軟 他給我們坦荷 這就是現在這個政府 鄉哥宮 減無天龍 所以已經無關我們的生活 不關我們的生死 他插插你萬不責荷 你薪水不去 他們就只知道 反省這次選不過了 立體要緊張 打一打 打 腳底抹揮油 可以選啊 這條路又很長 我們今天 你 要跟人合作 要跟白色合作 男色的 要跟白色合作 是 我們最主要就是 不是說 你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最主要就是 要把這個 無刀百刀 唯款的政府 我都要 給白色的 可以重新 過一個安穩的 好理治 這樣而已 如果 如果 這點做不夠 我 也沒有那個主要 站在這裡 我 做一個 政治任務 我也會覺得很賤小 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 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 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 沒負擔 每日客費有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倒個之後 製作劇